道歉全文 憲哥怒斥 你是在吊什麽 而鞠躬谢罪 我非常白痴 综艺天王吴宗宪十九岁儿子吴瑞轩 陆西派 昨在私人以各现实动态上发恐吓文 引发轩然大波 言论恐吕触犯 刑法 恐吓公众罪 可能面临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吴瑞轩 昨晚已前往事行大接受讯问 今父子俩一起开记者会 吴瑞轩鞠躬道歉 吴宗宪记者会全程面色民众 讲道激动臭眼眶泛红 时而皱眉怒断儿子 还一度气道说不出话来 并替儿子宣布退出演艺圈 最后心痛地伸手推儿子离开现场 全文如下 吴宗宪以下简称宪 陆西派简称陆 记者简称季 简这个事情 我是跟他讲要当个男人 19岁多 生日过了就20岁了吗 真的是算不小 自己要去扛这些事情 我现在并不想要为他说些什么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人生又不是活到19岁就结束 后面日子还很多 应该要学会怎么应对这些 而且我常在我的节目里面讲的一个东西 董事长最大的罪过就是不赚钱 写心最大的罪过就是不好笑 那儿子 你真的不好笑 讲那个543那么爱讲这种讲干话 那你要够掉啊 人家还会觉得你是个咖 那你又讲这种543的你恐怖分子吗 还是什么东西 今天这个记者会就是变得有点乌龙 我们明知道事实的真相 然后我又要在这接受大家询问你儿子到底怎么样 你们跟他相处过就知道什么状态 写那些543我真的无言 以一个父母亲角度来讲 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 对他来讲这种阵仗更是为难 我在写说哎呀干脆我站在这边给大家拷问绑起来丢石头也可以 不来他怎么办 不然在家里走来走去 那人来了 我们就请他出来跟大家讲一下 吴瑞轩稍后出来 记者问他女朋友生什么病 他表示这波讨论 他解释整件事情经过 陆 首先对不起道歉 就是昨天我在一个小账号发现时动态提到做炸弹炸台北市政府的言论 我当时的心态是纯属好玩 而且传给朋友之间 在军营同袍之间常常在讲做炸弹 现在知道这是一个极端且非常不适合拿来开玩笑的事情 然后再发了那片文之后 有人截图传到PTT 然后新闻出来才知道不能被接受 非常的大条 不仅让自己的形象破灭 让人家觉得很恐慌 所以我非常自责 第一时间就到警局做笔录 解释了一番是开玩笑 当时不是生气才发文说要占了台北市 反而是知道人家身体没大碍 才发了跟朋友彼此之间才知道了笑话 因此造成很多人的误会 甚至是很多人的恐慌 我真的是鞠躬跟大家道歉一下 然后除了跟误会的人道歉 我还想要跟总是当在我前面的爸爸跟子子 因为一个非常不好笑的玩笑 让他们非常困扰 然后就非常的自责 然后明明是刚发片就把自己搞砸了 整晚都睡不着觉 非常对不起大家 然后关心我的粉丝 爸爸的粉丝 子子的粉丝 对这件事有关心的人 我都感到非常的抱歉 这次是我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 非常的愚蠢 非常的白痴 以后我会更加的注意 在社交媒体上 不管是公开账号 私人账号 我都会非常谨慎选择我要po的文章以及文字 谢谢大家 请问 会不会担心影响美国的学业 请问 会不会担心影响美国的学业 如果美国的学业被影响的话 那我想我会好好解释这件事 是 因为我不是恐怖分子 我相信世界上是有正义有道理的 如果这次荒谬的行为因此有受罚 我也完全配合惩罚 一颗罚金劳动服务 甚至是抓起来我都完全配合 我敢做敢当 做了白痴的事情就要承担 这是我的家教 鸡 妈妈在家里有跟你说什么话吗 鸽 全家人都非常担心我做了这么神经病的事情 而且非常的失望 那我也是第一次发现真的做了不该犯的错 然后我真的再次跟大家说对不起 然后我不应该犯这样的错 我不应该讲这样子偏激的言论 就算是开玩笑 就算是认真的 一切都不应该 我现在理解了 甚至是昨天晚上警察先生告诉我 我才知道 原来这样子轻挑的口吻是有可能会设法的 即 爸爸一直在很努力为你铺心路 会不会觉得你对不起他的栽培 路 知道爸爸很生气 但是他一定比谁都心痛 他为我的付出 他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贵人 他是我爸爸 他为我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这么努力地攻我 甚至他是少数这么认真听我音乐的人 他像是一个朋友 像是一个父亲 像是一个兄弟 我让他失望 我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样随便讲话 会造成这么大 不好的后果 让家里很丢脸 让爸爸丢脸 我真的很对不起 我的爸爸 我的家庭 真的很对不起 即 目前有影响到什么工作吗 或是未来演绎规划会有些改变吗 路 目前都是听公司的口令 然后一切情况都以警察那边的行程为主 即 M1下架之后还会有影响吗 路 这个不是我处理的事情 即 平时是军事迷 路 我不是军事迷 我不喜欢玩枪 我也不喜欢任何飞机 我真的不会做炸弹 这个故事真的很白痴 也可以让误会揭开 当时就在军营里面 大家每次就是流汗 很累 然后吃苦就是想讲屁话 我们有个同学是学理化的 大家就一直拱他叫我们做炸弹啊 然后我们就一直讲这种偏激的言论 好像宣泄自己的情绪 那我真的不应该把这样的玩笑话 或者是这样子不该说的话拿到外面的世界 或是跟任何人讲 更不用说是po文 而且这是不能接受的 我现在知道 我真的做了很愚蠢的决定 我对不起社会大众 G 你有现在的状况还好吗 路 这个我不提供 G 当兵是当替代役吗 当多久 路 我是当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G 他都问完了 他可以离去了 我等一下要工作 感谢我们电视台制作单位 他们是非常热情的 刚好开了这个记者会 预知死亡事件 本来有这个记者会 刚好就在记者会前一天 今天本来是宣布儿子发片 感谢大家支持 没想到他宣布儿子发片 没想到他宣布离开演艺圈的记者会 是蛮好的 现场一阵骚动 记者 确定了吗 那我觉得时间会说明 最好是这样 我这一生做什么事情 我都扛下来 刚好一点 我不在这个行业了 我狠掉 谢谢 再见 OK啊 很掉 美国的学校不要你 你老伴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校是毕业的 对不对 但你又会觉得我书念的少 别去了也很好 证明你考得上 证明你的技能是OK的 同了这样的一个娄子 对我来讲是很愚蠢的 因为我站在这里 头脑浮现的就是愚蠢 愚蠢 愚蠢 怎么这么愚蠢 你怎么会泄露一个秘密呢 吴宗宪的儿子是一个蠢蛋呢 那我以前所有的抵抗 所有的说法 通通在这里 在你的面前全部溃败 我再也坚强不起来了 男人要有肩膀吗 顺便宣布退出 说谢谢以后不再麻烦大家 不要做公共发行的事情了 演艺圈不需要你这种咖嘛 对不对 多不了一个人 也差不了一个人 你要做生业 学设计或是干吗 你就去做你自己的吗 我们这个艺能界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好不好 原因我说过了吗 所以不能原谅的过错就是愚蠢吗 所以你应该算很倒霉 因为你爸爸就是吴宗宪 要不然我请公司的人上网去看一下社会百态 这样的内容太多了 但是你是吴宗宪的儿子 你就不应该这样做吗 我们家教只有一项 我就跟你讲过 你爸爸怎么做 你就照着做 这样就对了 没了 就一句话而已 所以我谨言慎行 因为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习啊 人生都走到这个地步了 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宣布离开这个行业 根据 认错 不是认错就叫做结束了 我爱气到皱眉摇头 停顿 即,儿子的美国学校有来关切这件事情 见,谁会关切这种鸟是一个Instagram账号里面的一个什么内容 又不是在美国,Focus,对不对 重点是你的人生,你拿什么面对这个世界 我第一次要走进摄影全身无力,衣服也没有换 等一下还要录影说嘿嘿,见鬼了 我干的是服务业,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 发自内心的感谢 然后你说要丢个炸弹药杆吗 因为人家不爽,我也是那个不爽的人咯 那你是在吊石吗 你现在身上唯一一点点的亮度就是你是我吴宗宪的儿子 那你是在吊石吗吗 没有家教的话那还有石吗呢 阿公阿妈打电话进来说 家丑吗 我们就不说了 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些了 然后说对不起我错了 事情就结束了 没有这样子的 你一定要收拾好行李 get out of my way 你去美国整理行李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看准备要到澳洲 到欧洲去打工对不对 就跟你爸爸一样 我就跟你讲我到台北来 我吃饭的一只碗跟一根筷子都是我赚的儿子 我没有靠过任何人 那你就加油吧 好不好 爸爸就送你到这里了 你可以回去准备行李 然后我们这边要录影 不要去影响我们的作息吧 点点头 点点头